大家好,我是青青 这个视频就是我本次北京金鱼展之行的最后一期了 这半年多断断续续的在尝试拍视频 作品可能非常稚嫩,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见谅 关于金鱼展的这七个视频,我非常珍惜 主要是不想浪费现场这么精彩的讲解 希望把这些关于金鱼与文化的知识传播出来 不过这些讲解是现场对一位外宾的 我也仅仅是属于在旁边蹭听而已 在讲解结束以后,我也问了这位讲解老师几个问题 这期我就分享给大家 你们听我说,也谢谢你们喜欢这个 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够高看一眼金鱼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咱们故宫今年出了一款手办玩具 是以中国金鱼在一个器物上的圆形所塑造的 现在不是很流行盲盒吗 他取了一款金鱼塑造以外,非常非常可爱 但是很遗憾的是他管这款玩具叫锦鲤 其实说中国文化自信在哪里 其实就是一点一跌梳理起来的 我们这么大的故宫出一个玩具,还用蹭锦鲤的热度 所以我就说,非常希望他们外国人或者更多人能够高看一眼金鱼 很多人觉得金鱼好像是地摊货 就不值钱小孩的玩物一样 其实我们中国金鱼承载了这么多历史和文化 我要让全国最好的金鱼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这是我希望的 然后我现在觉得像国狮,这些水泡,熔球 好像倒是被那些什么泰兽,什么日兽,被那些鱼超越了 好像人家觉得一说一个是什么泰兽 就比国狮要值钱,或者是什么泰兽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玩金鱼的都好像 就是到玩到那边去了 然后把自己的传统的这些品种倒忽略了 你说的特别对,金鱼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也是我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当它传承了千年之后 它会发现就像我们闭关索罗的晚清一样 它很难再突破自己去进步 我们的业者有很多人有很多保守的思想 比如说强调金鱼只能服侍 强调金鱼必须是大尾 其实中国人很多的印记改良的金鱼 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病态的 它会影响金鱼的寿命和活力的 那么而外国泰国人或者是日本人 他们反而迎合市场迎合需要 迎合现代的生活 测试鱼缸 我就做出测试面最好看的金鱼 比如零巾 比如说太湿 比如说蓝兽金鱼 非常迎合市场 第二 他们追求金鱼的活力 而不要求有那么多的便衣出现 第三个 他们把金鱼更加的放大了 我们不是说只小巧灵动俯视就行了 我还让它登堂入室 进到我们的家庭 进到我们的楼房 进到我们的水族乡里头 让大家更多的面来观察到金鱼 所以市场的迎合 加上现在审美的变化 我们年轻人也在不断的改变着我们的审美观念 很多人老人觉得漂亮的 并不是一定是年轻人觉得漂亮的 对啊 所以这个变化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经营业者 来不及去应对的 第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文化改变的理念 第三个建赏的变化和提高 所以造成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壁种自贞 以不变应变化这种态度 造成我们金鱼很多品种的凋零和枯萎 很多品种现在很难得 就是像跟他您说 那额头红其实挺可惜的 没错 其实额头红这个品种是非常漂亮的品种 对 因为市场没有形成市场规模 养殖又出不了量 然后有点急功近利 因为它这个培育时期太长了 周期太长了 在素食经济里 谁愿意等三年 然后才有效益进来 而且效益还不一定特别特别的高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是以变化来应对变化 让我们的品种 能够像现在的这些个品种一样 改变它的体态 或者油资 或者建厂方式 能够迎合现在的市场发展 能够让它焕发出新的升级和火力 这是非常重要 但是其实也不一定 非要迎合那市场的欣赏 因为咱们现在一个水族行业 就是应该有咱们自己想法 你比如说 你适合俯视的金鱼 那咱们就是在家庭里面 就不像以前那种大瓦盆 咱们做一些适合俯视的 这个融蟹来养这个鱼 这个外延设备是很重要一点 另外一个 从根上来讲 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 会这么喜欢金鱼 因为他经过了生活的阅历 文化的积淀 历史的阅读之后 他了解了这些背后故事 他现在有多少年轻人 会很花时间 去了解金鱼的来龙区外 和历史变迁呢 所以当他了解了之后 之后 他才会真正了解 他会喜欢他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把金鱼文化提高到 我们的这个展览上来 因为只有他知道了 背后的这些故事和文化 他才能高看一眼 对对对 一说就太师好 确实一眼来看 太师肯定是比其他 很华丽 要华丽和好看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文化背景去支撑 当你知道 王子虎头原来这么难获得 会有这样的历史 但你知道 蝶尾金鱼是这么的飘逸 在江南文化影响下所塑造 你就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 这样的金鱼 所以一个是文化观念 还有一个你所说非常重要的 这水族行业也要配合 还有一个现在媒体的宣传 媒体的引导 所以就跟金鱼似的 不要蹭心理的那些热度 我们的金鱼更有文化 更有价值 是的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谢谢大家